史莱姆面包 一个粉丝推荐的 听都没听过 OK 结果福伯勒的调查 他说这个史莱姆面包 应该是佛卡夏 就看起来黏糊的 很像史莱姆 搞一下 来上220克长文水 来上3克酵母 给这个酵母溶解一下 我看这个面包的做法也挺简单的 它不需要手揉 就很方便 然后加入250克高级面粉 10克橄榄油 4克盐 给它们搅和翻拌一下 搅成这种没有粉的面团就行 这个面团水分很大 最近好多人还挨到我做那个什么 估计下周有时间做一下的 OK 然后给它放上保鲜盆 放到暖和一点的地方 30分钟 说实话 我每次真放我家被子里头 OK 然后我们要给它翻折一下 总共要翻折两次 手上沾点水 给它从底部 哎呀 翻折上来 是这么做的吗 就是4比2反正就是 这么黏糊吗 把面团从底部拉起 往对边翻折 我怎么感觉我这个做法 就这么整 就这么整 给它翻个三圈 盖上保鲜盆 第二次发酵 第二次发酵也完事了 像第一次一样 再给它翻折一下 翻折个两边 烤盘垫上纸 底下再给它刷层橄榄油 然后把这个面团 直接倒进去 哎呦 倒不进去 直接给它抓进去 这就是 史莱姆的样子吗 最后一次发酵 给它放烤箱里发酵 35度40分钟 趁这个时候 我们来切点土豆片 给它过几遍清水 把这个土豆上面的淀粉 给它洗下去 土豆片再给它来点橄榄油 这个面包就是要很多橄榄油 这个稍微拌一拌 小番茄给它对边切一下 然后我们再用橄榄油 炒点蒜片 加点黑胡椒和盐 给它放一边备用 哇 这个面发酵好了 短短的 最后一步 给它插孔排气 哎呦哎呦 不是 哎呦 别的也不这样啊 我的咋这么黏呢 啊 为什么 啊 我这确实是按剂量 和时间来的呀 为什么这么黏呢 我不理解 什么 那就这样吧 把我们准备好的料放上去 应该也不是什么面粉的事吧 发酵时间应该也是够够的呀 再放点小番茄 我这真是史莱姆啊 焦黏 我看别人到这一步已经不黏了呀 我们这个蒜油 再来上一点迷迭香 虽然咱们做的焦黏 但是现在看还是挺好看的 你别说 它极有可能成功 真漂亮 有点像一幅画作的 说实话 希望它烤出来也是如此美丽 进烤箱前 再给它来点海盐黑胡椒 OK让我们看一下烤的怎么样 怎么看起来不错呢 烤完了看起来真不错吧兄弟们 感觉也是软软的 不知道好不好吃 有点像那个面包店里卖的了吧 看一下它的侧面 输松的大膜 输松的大气口 感觉会很轩软啊 有点像披萨吧 但是看起来真挺不错的 嗯 哇 橄榄油泡过的土豆片特别香 而且吃起来像土豆泥一样 它不是像薯片一样 它是软的 只不过边有点焦焦的感觉 里边这个面包也是超级松软 表面还有大蒜油 烤完了巨香 这个小番茄烤完了 这一块就有点像吃了一口番茄酱 酸酸甜甜 很开胃 土豆佛卡三面包 蒜都已经烤得透透的了 这个蒜片就是吃烤肉熟 烤出来的蒜片 就是没那么蓬总 就它有一部戳小泡泡那块 我没戳起来 因为太黏了 后来我一想 是不是戳泡泡的时候 手上沾点油 它就不黏了 虽然我没戳起来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小泡泡的 只要是戳起来的话 可能更好吃 但是做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很难翻车 又简单的一个烤面包 上面这些土豆啥的 我觉得都可以换 你可以换点茄子啊 什么换点别的蔬菜 赶紧试一下啊 第二天早上 又用空气炸锅 我把剩下的面包炸了一下 我当早餐 它这个壳更酥了 而且这个面 吃起来有一股大脸巴的味道 很不错 OK如果喜欢本节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OK